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心 大姐 憲俠 君 王 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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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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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一家 林莎好 瓜哥好 我們最近來 有人開藝人 做生意成功滿多 黑恩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且親力親為 是 開飲料店 對 開飲料店 在 在西門町跟南港 最近這個疫情 會不會稍微有影響到你們的生意 其實不是稍微 是影響得滿多的 大家還是要喝飲料 對 但是我覺得 疫情大到大家都有 就是我覺得我們都一起 想辦法去面對跟解決這個難關 你說這種疫情 誰沒有被影響 都有 他那個教練 健身教練 會不感覺 健身房差不多少了一半的人 對 因為一直在推崇大家說 要買口罩防疫嘛 大家排隊買口罩 說要偏酒精 大家排隊買酒精 說要說 運動提升免疫力 大家都沒聽到 就跟減肥是一樣啊 常常問你怎麼瘦的 他只想聽到你吃什麼瘦 對 並不是說我運動瘦的 對 你只要講運動瘦的 他掉頭都不一樣 很辛苦 可是其實說到免疫力 我覺得藝人就是要注意自己的狀況 因為像大家有的主持啊拍戲 甚至做副業都忙到很晚 那個 對 尤其現在大家都 做居家管理 你知道嗎 在家裡做追劇的 我跟你講 這個時間會拖更晚 對 熬夜 因為明天 因為復工當然是後來嘛 之前大家不在家裡 他們大陸的朋友很好笑說 早上睡 下午睡 睡完晚上還是睡 那接下來幹嘛 還是睡 晚上就不能出門了 你都不用吃東西嗎 沒有 所以你幾點吃東西 吃宵夜是一定會的 對啊 像其實我雖然現在 因為我自己開店然後是白天啊 中午其實我常常都沒有吃東西 我都會一直拚到晚上 對 所以其實我的晚餐時間 大概就是別人的宵夜時間 大概是九點半 十點 有時候十一點才吃晚飯 對啊 而且西門妳有很多特色的效益 對 我們開很晚耶 對 我們開到十一點半 那今天來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 大家吃總是開心一點嘛 來 這個故事也太接住了吧 看起來就很厲害 看起來就覺得很好吃 還有這麼大的新鮮嗎 對 好 我先來介紹好了 這個其實是源自於一個 江戶時代的一個料理 對 然後我要推薦的這個宵夜 它其實是在中山區的一個 那個ABG950 然後像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煎魚 煎魚 這個是 納豆 對 然後大家看這個看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可是其實因為它的炙燒 它不是因為像現在大家看炙燒 是用那個噴槍 可是它是用乾枯的稻草 所以它去做炙燒 所以它會有燻的味道 所以它會有一個那個 稻草的香氣 稻草的香氣 稻草香妳可以聞一下 有沒有 它的香氣是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這個 日本人非常喜歡這個納豆 你看它堪稀 對 很絲滑 而且我覺得晚上吃這個 其實比較不會發胖 清爽的對不對 對 有沒有聞到這個炙燒蛋 這種稻草的香氣 有 沒有那種炭香的 那種炭烤的那種味道 對 這個是非常好吃的一個 居酒屋的特色藥 對 那這個鍋 還有另外一道呢 這個也很厲害 叫做牛腸鍋 牛腸鍋 牛腸鍋其實它在那個 它是博多地區的一個特色 香土料理 然後它的博多拉麵 是 算是奇名的 然後我介紹這一家 在那個中餐集院 在附近這個 ABB的這個聚絕屋 其實它在我家隔壁 真的 生意很好 而且它不只這個好吃 它裡面的廣島燒 大阪燒也都是非常有名 所以你是掏客了 它晚上凌晨兩點寶具的 所以很適合我們下班去 而且它最特別的是 它在這個牛腸鍋裡面 它加了那個 柚子胡椒鹽下去調味 所以它會有那個柚香 滿快的 對 而且這個柚香 它會讓你吃起來 比較爽口之外 對 它還可以提味 好好吃喔 它剛超甜的耶 湯頭超好 有柚香 柚子香味 對 所以我剛才會吃過 所以它會比較爽口 對 怎麼樣 謝謝你 太厲害 接下來這鍋 接下來這鍋 各位觀眾朋友 來自台中豐原的 豪華海鮮鍋 你觀眾朋友看的話 你就覺得這滿滿的海鮮 而且都是非常高檔的海鮮 這會痛風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它偶爾這 這是三點蟹 對 三點蟹 還有海戰車 海戰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還有龍蝦 對不起 超肥美的耶 真的 裡面 用背 來 這個 這個叫海戰車 海戰車 是龍蝦 你看 海戰車喔 這是很少海鮮粥 都這麼大膽的用這樣的魚 真的 還有滿滿的鮮蝦 還有瓜子 一翻起來 我在這邊都聞得到 它那個粥的鮮味 都有一碗了嗎 海戰車 肉超好吃的 因為我姑姑 我姑姑是賣海鮮的 雞龍魚港 然後那海戰車就是很貴 肉質非常貴 一刮出來整個很Q彈 我不是要吃 但因為我剛剛手去摸 整隻拿過來 超豪華的 超豪華的 它會不會變成你一半臉 這隻蝦 對 而且老闆一直在強調 就是這個海鮮的原味 所以它不加鹽巴 也不加味精 也不加食用 真的假的 它煮得很甜 對 裡面它全部這個湯頭的味道 都是滑的在裡面 對 而且它的湯底 是用那個 海瓜子去熬出來的 所以吃起來有沒有感冰感冰 我剛剛吃它那個蝦 也太Q彈了吧 對 我嚇到 好新鮮喔 對啊 你聽它的名稱有沒有 很鮮甜 在台中豐原 江湖客棧感覺是在賣熱潮的 不是 是豪華海鮮粥 海鮮粥 而且它的肉質是非常非常細緻的 對...好好吃喔 大塊大塊 它扎實的肉 對 因為這 這個聽說曾經 三個小時賣出 三個小時一百二十萬 這個東西就是 真的 什麼都有 這個海底總動員 這一鍋要價差不多是一千兩百塊 對 值得啊 對 值得非常值得 豪華啊 各種什麼都有耶 宵夜吃這樣太幸福了 宵夜吃這樣太幸福了 太飽了 舒服 再加上追劇就很幸福了 對啊 吃完要去運動了 那要麻煩配一下那個 畢可蜜的珍珠奶茶 他們有配合Uber他們嗎 有配合 對 那有沒有人要把教練 點回家 他們去家 對啊 大家不在 大家不在健身嗎 你可以帶你健身嗎 今天吃完宵夜 明天就找你 我看陸李老師就是說 我不要獻上菜 我要大家來獻上菜 本人 對 來 進行我們大廚小撇步 YA 這邊請到MOPO老師 大家好 第一道菜 大家好 第一道菜 蝴蝶酥 這是一個大人 小孩 都很喜歡吃的一個甜點 對 有時候我們出門去買一盒回來 對 一打開在家裡 一下子就吃了 好像香港的 香港的蝴蝶酥啊 去奇餅啊 最有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 因為做法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真的啊 而且你看你自己做 可以做這麼多 想吃多少 就有多少 真的 可是自己做蝴蝶酥呢 想要做到像外面那麼酥脆 其實是不 不那麼容易做得到 對 其實你只要掌握一個 關鍵的小步驟 就可以讓你烤蝴蝶酥 超酥脆 所以要來出題囉 要讓蝴蝶酥 吃起來酥脆 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A 烤前先炸過 B 餅皮刷蛋液 C 餅皮先冷凍 來 可以有答案的可以先取 知道就取 知道就取 不然完全不行 這邊快 哪邊先 這邊嗎 都一樣是C 如果是一樣的答案呢 都答對了的話 你這邊15萬 這邊5萬 所以待會兒只有答案 取買要快一點 為什麼選擇C 因為如果是先炸過的話 我覺得其實炸過的東西 只要一放 它其實就還是很容易會軟掉 然後刷蛋液的話 像我做法式土 是刷了蛋液去煎 可是它如果煎完起來 它還是容易會軟 沒有那個脆感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用 我用刪去法 我覺得是先冷凍之後 因為我不知道原理 但是用冷凍之後 再去炸的話 說不定就是跟平常 我媽會做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就會脆 你媽做的方式 我媽的方式都是做的 因為她做脆來都是軟的啊 所以 我剛剛聽得怪怪 好像炸我媽 沒有 媽媽要我們這一隻啊 媽媽做錯了 媽媽做錯了 來 林莎 我覺得是C 因為上次啊 我做蛋餅的時候 因為要做那種古早味 很酥脆的蛋餅的時候 老師有教說 可以把那個蛋餅皮做好之後 可以先放在比較陰涼 比較冷一點的地方 讓它先醒一下 然後呢 它的在煎炸的過程中 就會非常的酥脆 來 到底誰對呢 來 兩邊都是C嘛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真的是 C 今天真的很好 這邊是15萬 這邊是5萬 所以待會有答案那個快一點 好 來 我們看解答影片 瓜哥 你是不是覺得 大廚食材都很麻煩 今天只要準備兩種食材 就能做出超酥脆蝴蝶酥 看我表演吧 MAGIC 不要懷疑 食材只有正方起酥脆和砂糖 製作前 先把酥脆拿到室溫中 會冰10分鐘 再來把酥脆對折後再攤開 灑上砂糖 兩邊往中線的地方 對折後壓緊 對折後再灑一次砂糖 最後再對折一次 折一個步驟就完成一半喔 想要酥脆一定要完成這一步 記得進烤箱前 起酥皮要先進冷凍冰10分鐘 就能做出酥脆口感喔 冷凍完後 將起酥皮取出 切成一公分厚的片狀 最後切面朝上 放進180度的烤箱 烤約15至17分鐘 這樣就完成囉 做蝴蝶酥就是這麼簡單啦 這很簡單 所以香港賣的 他只是比較折得漂亮 對 沒錯 但是放了一陣子還是酥脆的嘛 對 沒錯 他一開始就接觸空氣啦 他並沒有蜜蜂的 而且過程中沒有給他任何水分 所以烤出來一定是酥脆的 對 我好酥喔 好酥喔 他聲音是卡滋 卡滋卡滋的聲音 所以一般的烤箱就可以了嗎 一般烤箱就可以了 所以一點油都沒有加 一點油都沒有加 這樣不要養生吧 如果吃太油了 其實看我們的手就知道 我們手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 而且這個大小剛好 因為以前的太大 你一吃碗掉了 對 你看你去買一般的那個什麼 牛角什麼麵包 那個牛角 或者是那個什麼叫 雙方 你看那個咬下的一塊一塊的很香 它油有多少 油 對 很油啊 那這個比較養生 是的 來 接下來介紹第二樣 接下來介紹第二樣 是歐洲菜囉 對 這是歐洲菜 這是普羅旺斯燉菜 Tory 大家對這道菜有沒有印象 現在有看過 普羅旺斯 對 有沒有在一部很知名的動畫 你說料理鼠王 料理鼠王 對 沒錯 他在拍過電影 只是因為這個燉菜裡面有 茄子跟結瓜 對 所以你就要處理得好 讓這個燉菜沒有苦味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大師級的撇步 讓你的燉菜燉出來之後 香甜可口 好 所以我要出題囉 要讓燉菜裡面的蔬菜 吃起來不苦澀 應該怎麼處理蔬菜呢 A 菜先用鹽醃過 B 菜先汆燙過 C 菜先用橄欖油拌過 C 菜先用橄欖油拌過 答案 這邊很快 但答案不一樣 所以跟快慢無關 那你們後來想半天 為什麼舉個C 菜先用橄欖油拌過 應該就是那種做沙拉的 一個概念 想要把它的水分封在油裡 就是用油封住它 生蔬菜的水分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 蔬菜就怕水分跑掉 對 而且在歐洲吃的所有生菜的甜菜 都會加橄欖油 那如果用這個方式 再去把它燉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更鮮甜 又增加一點香氣 這邊選擇菜用鹽醃過 這麼快速度來講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茄子 然後因為我媽以前 她其實就是有用醃漬的方式 可是妳媽的方法 都是錯的 媽媽 她男人怎麼會做菜 她男人有對的 她男人有中學 因為剛剛說媽媽 不是怕媽媽燙 第二題要說媽媽燙 要說媽媽燙 所以我太喜歡吃茄子 然後我朋友就說 妳怎麼敢吃 我說因為我媽做的茄子 都不會很苦 然後我就問過她 她就說其實就是要先醃漬過 可是又不能夠醃太久 因為其實鹽這樣子去醃 很容易入味會太鹹 是 但是還是必須用這樣子 來去除她的苦澀味 她們的解釋是 媽媽說菜用鹽 她是說鹽鹽鹽 一個是說那個感染魚包住 水不會跑掉 是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就是 媽媽是正確的 媽媽 我愛你 你可能媽媽也畫過家人 她就會對鐵茄子 特別有研究 對啊 那用蒸的就好 何必再加工 但是偶爾吃吃不同的料理 對 來 我們看解答影片 菠蘿旺斯燉菜是來自法國的鄉村菜 今天教你道地做法 讓你不用坐飛機 在家也能吃得到 食材有 牛番茄 黃節瓜 綠節瓜 茄子 九層塔 百里香 蒜仁 洋蔥 黃甜椒 調味料有 鹽 橄欖油 首先將牛番茄畫上十字刀 用熱水汆燙十秒後去皮 切成圓片狀費用 然後再將綠節瓜 黃節瓜 茄子 都切成圓形片狀 注意 節瓜的頭尾不要丟掉喔 燉菜最怕不入味 處理蔬菜前要先幫它驅模一下 嘟 把切好的蔬菜加鹽巴 抓煙一下 逼出蔬菜的苦水 這樣不但能去除蔬菜的色味 還能讓燉菜更加入味喔 接著把出水的蔬菜洗乾淨擦乾備用 我們在炒鍋中加入蒜仁 洋蔥 黃甜椒 炒到甜椒軟化後 加入牛番茄 櫛瓜的頭尾 茄子 等到所有蔬菜軟化後 加入鹽 黑胡椒 白禮香 橄欖油 再將所有蔬菜炒到軟爛 再來把炒過的蔬菜 加入調理機打勻成醬汁 就可以開始組合燉菜囉 接著在鑄鐵鍋中 將蔬菜醬汁均勻鋪在底部 再把蔬菜片均勻排好 灑上九層塔 白禮香 橄欖油 鋪上烘焙紙 將鍋子放到預熱150度的烤箱 烤30分鐘 哇 好 經典的普羅旺斯燉菜 就完成囉 好醬喔 我剛才發現 他做的菜都比李哲中 師傅複雜喔 歐洲菜是比較講求工法 因為他們時間比較長嘛 而且這道菜很健康 全部是蔬菜 沒錯 連他的醬喔 一般我們吃到醬會怕 醬也是蔬菜蛋 對 這醬好像肉醬一樣 對 我相信你們喜歡吃肉的 對這道菜也沒什麼興趣 沒有...好想吃喔 我們最近吃比較健康 太誇張了 因為醬過鹽巴 把他苦水逼出來了 然後你這個醬汁都是蔬菜的甜味 要把它烤進去 這如果再... 這如果再鋪一點雞胸肉 或者是那個蝦仁有沒有 健身的蝦仁 健身的蝦仁 沒錯... 因為沒有所以沒關係 我覺得肉好吃又水分 它完全健康嘛 沒錯... 對不對 來 接下來進行第三道菜 第三道菜請 韓式海鮮炒粉絲 今天就教大家韓國媽媽的小撇布 讓你炒出正統韓味 第三道菜請 第三道菜 韓式海鮮炒粉絲 這道菜厲害 這道菜是最常出現在韓國家中的桌 餐桌上的一道菜 對 可是你在家裡做 有時候都沒辦法炒出像韓劇 或是你去韓國這樣的 對 引發不出食慾 對 所以不可口 來 怎麼辦呢 沒關係 今天就教大家 韓國媽媽的小撇布 讓你炒出正統韓味 好 請問 要讓韓式炒小鮮 充滿光澤 應該要怎麼做呢 A 粉絲先燙過 B 炒的時候加果糖 C 用麻油拌粉絲再炒 有答案就給他舉的 好 你看 你速度比較快 小葉比較快 小葉推薦 兩個都選擇B 你炒的時候 你為什麼這麼慢 在享受 我們在討論 你們在討論 你們為什麼不用討論 你們為什麼不用討論 你是不是在韓劇裡有看過 媽媽做菜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有加過糖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裹糖 可是就是有加糖這件事情 然後我倒是覺得很荒謬 怎麼會加糖 所以我印象中是有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像海鮮粉絲寶 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加一點 像我做 我沒有很會做菜 但我都會加一點點裹糖 讓它好像是比較滑的那種感覺 好 好 這邊呢 我覺得A的話 燙過 它應該會變得比較乾扁 沒有那麼Q一點 就沒有水分 那B的話 因為果糖 你光看它就是亮晶晶 閃閃發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加在粉絲上面 可以讓它有冰冰的感覺 對 但是沒有人選用麻油拌粉絲 好 這題會不會都沒答對 麻油好像也是 對 有可能 韓式料理要很少的麻油 所以如果答錯老師 我們兩隊都不能吃沒有 韓國麻油很出名 不是不能吃 那二十萬你們根本都沒有半毛錢 對 比較可惜 不然第一題答錯還可以累積到下一題 對 最後一題錯就沒辦法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就是 B 好了 師傅 你還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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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答案 不然就沒有 所以因為我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答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對啊 來 我們看看解答影片 上次教大家做 韓式雜菜 做完是不是還剩這麼多冬粉呢 怎麼辦 沒關係 今天教大家 韓式海鮮炒粉絲 食材有 韓國粉絲 蒜 洋蔥 胡蘿蔔 辣椒 中捲 炒蝦 蛤蜊 韓式辣醬 辣椒粉 蔥 芹菜 果糖糖漿 白芝麻 調味料有 麻油 米酒 糖 醬油 首先將韓國粉絲泡軟 接著放入滾水中 煮30秒後撈起 接著在鍋中加入麻油 蒜末 洋蔥絲 胡蘿蔔絲 辣椒片 炒至香氣挑出 再加入中田 炒蝦 蛤蜊 拌炒一下 再下米酒 醋 想要海鮮炒粉絲 色澤鮮豔 就要加這個 記得在拌炒料理的時候 加入果糖糖漿拌炒 這樣蔬菜跟粉絲 才會色澤鮮豔 稍微拌炒一下後 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加入糖 醬油 韓式辣醬 與泡好的韓國粉絲 拌炒均勻 接著加入辣椒粉 蔥 芹菜 開大火拌炒到收汁 最後淋上麻油 撒上白芝麻 油亮好吃的韓式海鮮炒粉絲 就完成了 這個是韓粉對不對 對 這是韓粉 韓粉 韓粉比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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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粉比較細一點 瓜哥因為 台粉是綠豆做的 韓粉是用馬鈴薯做的 所以你吃起來比較Q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 終於吃到韓粉了 吃韓粉比較 無名不如見面 韓粉都比較固執 固執Q 為什麼有麻油味道 一般都不能用麻油 其實他還是用麻油下去炒 傳統是這樣 傳統是這樣 後來因為媽媽菜 小孩子不吃麻油味太重 所以他就乾脆換一點點果糖 讓它增加光澤 後來就 大家就撇步一川十十川百 現在我們終於知道 為什麼韓式料理會有甜味 你看炸雞也是 對 它的拌醬甜醬 拌醬甜的 年糕 謝謝Marco老師 謝謝 謝謝瓜哥 所以這邊40萬 那邊20萬 進行A組40萬獎金挑戰賽 好 雖然今天的來賓都沒有在獎金榜上 不過努力一定會留下榜上的有名 好 大家加油 B組可以插花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一 五十蘭 二 清新福全 三 可可 二 請出題 根據財政部統計 夏令哪間連鎖飲料店的分店術 居全台之冠 有930間分店呢 哪一家是第一名的 計時開始 那你應該知道吧 你要開店之前有去調查過 有稍微做一下 但因為它沒有顯示什麼時間 其實你知道每年都在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 那一定是最新的嘛 一定要問你最新的 不能是說最長奪罐 最舊的 就我了解的 對 那你會覺得是 你們 你要不要討論 姐姐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 到處都看得到五十蘭 對 可是不知道 姐姐是飲料大亨 我想說 我沒有到 我是這裡 你看 我要牌去哪裡 你們是獨立的嗎 還是跟妳合作 她自創嗎 我自己自創 她說五年後 她的牌子被寫在選項 我希望她太大 很好希望 因為妳覺得 我覺得清新一定不可能 然後我覺得現在走在路上 我比較常看到是COCO COCO 等一下 對啊 可是五十蘭他們一開始最多 但是如果想最新的話 五十蘭它比較少健康茶飲 然後COCO好像跟五十蘭屬性比較像 我的長輩們都喜歡喝清新福泉 因為還有很多茶飲 普洱茶之類的 就是無糖茶飲類的 對 所以妳要考慮到這個層面 對 因為喝飲料的人 不是只有年輕人 對 所以我可以 喝茶啊 喝茶啊 你選的是什麼 有茶花嗎 飲料大喝 請選 清新福泉 3 2 1 真的 今天在台灣呢 我們真的 我在開之前真的有做過一些 試掉 對 在台灣市清新福泉市 占非常多的 根據財政部資料統計 全台首搖飲料店 這個加速率 從2008年一萬家 2008年一萬家 現在隔這間 現在是2020了嗎 對 12年了 成長到2018年 我們算2018年 突破1.8萬家 一萬成長了8000家 銷售額的成長更是驚人 從88億 到現在多少你知道嗎 522億 好好賺 我要去加盟 其實也很辛苦 以前不是說第一 美兵第二 做一切嗎 對 聯手飲料店當中 分店數最多的 則是930家分店的清新福泉 頸椎在後面則是50藍 有533 就差400了 快400 12名差了400間 一百 但是以全球來說 COCO是最多的 台灣有340家 台灣有340家 COCO 對 但它全球來說 是最多的 數量 來 接下來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剛桑拿完的人 誰 二 酒醉的人 誰 三 吃過人生雞湯的人 誰 請出題 去韓國玩 一定要來份韓式火章魚 但請問下列哪一種人 不建議使用呢 是剛桑拿完的人 還是酒醉的人 還是吃過人生雞湯的人 你們建議可以吃韓式的火章魚 一定有問題嗎 計時開始 不能吃的 不能吃的 火章魚 不能吃 火章魚感覺好像很可以配酒 對不對 對 感覺可以配酒 所以應該不會是酒 應該會 這個應該很簡單吧 剛剛是蝦養 我覺得跟我 你們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是酒醉的人 因為我覺得章魚他會 因為我朋友吃過火章魚 他說他會黏在那個嘴巴裡 那萬一酒醉的人 他沒有那個 你不會吞 對 你喝醉根本連吞都不會吞 沒有意識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你如果吞不起來 扒到你那個氣管 對… 因為他還能 還在動 我自己這樣覺得 對 因為他是會扒自己 九 八 七 六 不減 不減 他還打 二 你選擇的是酒醉的人 你選酒醉的人 B組插花組 我們插花也是選擇酒醉的人 對 對 因為有去出國外景知道 那個吃他會一直這樣鑽鑽鑽 有時候會從皮孔出來 真的嗎 對 好噁心喔 因為酒醉的話 他可能就會 意識比較不行 對 所以沒辦法 你酒醉的人 可能塞一下就吐了 到吐又塞到 你就不會自喜 對… 然後你又沒能力吞 你那時候就不行 八到氣管 你自喜了 酒醉的人吃什麼都危險 來 所以 一到五萬 我們差兩萬 兩萬 來 請檢 酒醉的人 三 二 一 只用韓式活章魚 有潛在的窒息風險 看到沒有 由於章魚四肢含有神經緣 觸鬚上的吸盤在死後 還保有抓握力 就是他死歸死 但是他那個神經緣在動 還在動 一定要入口快速咀嚼 不然的話 你避免會整隻卡在你的呼吸道 而喝喝醉的人 常常忽略這點 又沒有能力吞 然後張魚活自喜自喜 自喜就自喜 他也不會掙扎 你知道這很麻煩 你看自喜的案例 韓國這種 酒醉最多了 接下來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白色布料較便宜 二 讓住客不敢弄髒 三 容易清潔 請出題 飯店的床單幾乎都是白色的 除了容易察覺髒屋之外 還有什麼主要的原因呢 對 為什麼用白色的呢 計時開始 飯店為什麼都是白色的床單 我覺得是容易清潔 容易清潔 可是我怎麼覺得較便宜 因為我之前是看過一個類似的 是在講馬桶 馬桶為什麼是白的 因為它白色的原物料最便宜 最便宜 而且不會有色差 但我不知道床單 是不是一樣的概念 因為 我是覺得 容易清潔 就是髒了就漂白就好了 那為什麼不用黑一個 那姐姐 我覺得是 讓出客不敢弄髒 因為我很清楚 因為你弄髒 他會給客人一個壓力在 對 我不知道耶 對啊 我覺得是便宜 我不知道 有插花 不知道耶 好 暫停不點了 A組選擇 讓住客不敢弄髒 B組插花組請講 B組 好 我們選擇讓住客不敢弄髒 因為其實白色它看起來 就會覺得很舒爽很乾淨 那在住的時候就會覺得 白色的東西 像我們就不太敢身體髒髒 就上去會怕有灰塵啊 髒東西就是在上面這樣 所以那如果是比較深色 或有花色的話 你上去 我是住客的話會覺得 沒差 反正好像沒有髒 1到5萬 3萬 3萬 讓住客不敢弄髒 情節 讓住客不敢弄髒 3 2 1 很容易清潔 白色 白色床單雖然容易髒 但也最好清潔 其他顏色床單若是使用過久 容易出現退色等情況 而白色床單也沒有這個問題 白色就白色 只是越來越不白而已 不僅不用擔心退色 清洗上面也方便 不過也不會啦 白色一漂白就很白 對啊 可是它不會變黃嗎 不會 它漂白啊 對 來 接下來楊小黎 小黎 好 謝謝 我今天都猜錯 不錯了 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全球各個迪士尼裡的城堡 不一定是屬於同一位公主的 請問亞洲的迪士尼樂園當中 哪個城市的城堡 是屬於睡美人的呢 這是亞洲嗎 有東京有上海有上海 哪一間是區域 睡美人喔 睡美人的 來 記事開始 我記得東京迪士尼 最近在蓋一個新的城堡 是不是睡美人園區 我也沒去過 這個太難了 對不對 你剛剛從事那邊回來 對啊 因為我記得 它在蓋新的城堡 因為它說它有一個新的區域 我印象中好像是 睡美人園區 睡美 可是你它是新蓋 對 新蓋 可是它這個感覺是 這個應該不是新蓋 對 這感覺是 我猜是香港或上海 對 不是 我說這個故事 應該不是現在蓋的 它應該是每一間都有隸屬的 對啦 譬如說睡美人 本來就有 這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譬如說佛羅里達那個是 誰的城堡 然後加州的是誰 它也分好好的 對啊 所以迪士尼如果有東京的話 睡美人不是主流的話 應該不會是給它的 那香港人會比較喜歡睡美人嗎 還是上海 上海 香港跟上海好近啊 上海是新蓋 現在都不能去 香港嗎 我讀香港 好 請 有要插花嗎 沒有插花 香港人是有沒有 在香港 請選 好 請選 好 請選 香港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 我都不知道有分耶 我也不知道 今天也是上一個姿勢嘛 對啊 為什麼 迪士尼的城堡分 睡美人城堡 以及灰姑娘城堡 好厲害 但城堡靈感都取自於 德國新天鵝堡 這個地方我取過 滿漂亮的 睡美人城堡分布於在巴黎 其實剛剛講說 德國新天鵝堡 就是那個 你不是迪士尼常常動畫出來 那個城堡 那個其實是新天鵝堡 對 一開始的片頭 對 睡美人城堡分布在巴黎 加州 香港迪士尼 屬於小巧琴的城堡 其中加州迪士尼歷史最悠久的 奧蘭多 跟東京屬於灰姑娘城堡 最後則是上海迪士尼 屬於奇幻城堡 城堡裡面 可以找到每一位公主的身影 但目前最大最高的迪士尼城堡 是上海 上海 來 接下來第四題 請出三個答案 請出題 一顆牛軋糖 二 一片豬肉乾 三 一條芝麻蛋卷 請出題 農曆春節在家 就想大口吃零食 營養師表示 夏令哪種零食熱量最高 最好少吃呢 是牛軋糖豬肉乾 還是芝麻蛋卷 計時開始 熱量最高 我覺得芝麻蛋卷 一顆一片跟一條 注意看 就一個單位 我覺得芝麻蛋卷 應該可以放一邊 因為它看起來不會太重 但是因為豬肉乾是醃漬物品 我爸媽都說醃漬物品 吃多容易死 所以 你媽也想每天吃 那也不就每天吃 但牛軋糖熱量 我知道非常高 那牛軋糖的豬肉乾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 熱量高 我覺得牛軋糖 因為牛軋糖 它糖分太高了 因為太甜的關係 對 可是豬肉乾是醃漬的東西 我也覺得豬肉乾的 因為它醃漬它也有加糖 對 因為它很黏稠 對 那我覺得我 我不確定 好 3 3 B組沒有超過 請選 豬肉乾一片 豬肉乾 請選 爸爸 你不要騙我 3 2 一條芝麻蛋卷 芝麻蛋卷 什麼 為什麼 芝麻蛋卷 感覺超健康的耶 你說一卷嘛 對不對 對啊 一條啊 不就像一條嗎 是不是它要黏住 黏住就有那個油分 台中醫院營養師 宋偉琦指出 花生糖 牛軋糖一顆 就有70到80大卡 吃4顆等於相當一碗白飯的熱量 豬肉乾吃一片就吃進了35大卡 而芝麻蛋卷一條就有86大卡 營養師表示 零食按藏高油高糖高鹽高熱量為基 一定要懂得選擇 這一顆選什麼 原味堅果種子類 果乾類 魷魚絲 黑巧克力 和海苔 五種零食 其實這種題目 我一般都是過年前做的 對 可是為什麼過好年 我們還坐這裡呢 因為很多人在家裡都坐 還在吃這裡 對 所以我們做單位很用心就是說 很用心 體諒大家還是做這些 大家營養的 相信觀眾朋友很多人手上正拿著蛋卷 蛋卷好好吃 重點是我覺得超用心 因為我會覺得堅果類就是很健康 就會有時候忘了它就是熱量很高 來 優妮 請就位 好 你還是第四題 B組還有19萬 第四題請出三個答案選擇 一 感謝廚師烹煮食物 二 感謝食物犧牲自己 三 感謝神明提供食物 請出題 日本人在吃飯之前都會說 我要開動了 請問這句話一開始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如果講說 我覺得 為什麼講這句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 感謝神明提供食物 因為去日本很多神社啊什麼的感覺 他們應該很注重這個 就是宗教的關係 是嗎 小黎都會講日文的時候給他講 我現在在感受他的情境 我不知道我覺得 可是犧牲自己 對啊 會不會他覺得他自己 就是犧牲自己 然後變成我們的食物 因為 我好像演過這個情境 因為我覺得 但是大家都可以 你們基督教天主教 吃飯要禱告不是嗎 是 可是日本人講這個有分宗教嗎 還是每個人幾乎都會講 但是因為我覺得 一跟三太接近了 一跟三的意思其實是有點接近 我覺得他們出體的人很厲害 而且我選 很煩喔 比如說感謝食物犧牲 好 相信佩恩姐 插花 不要選 我以為你要相信 4 3 2 A組選擇感謝食物犧牲自己 所以說這句話 來 B組 插花也是選擇 犧牲 就食物是犧牲她自己 她生命啊 對 沒有因為 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導遊有說 就是她會把食物的東西擬人化 就是不管她是水果還是說 不管是不是荤的或者是樹的 就是她是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要感謝她 因為她犧牲 讓我們吃 她才有麵包超人 對啊 對 有耶 有麵包超人 每一個都形象化吐司超人 對 對 所以她把人變有生命了 就是食物擬人化 所以我這題 算也滿有把握的 就直接給她差5萬 5萬 感謝食物犧牲自己是吧 來 菁姐 好 感謝食物犧牲自己 3 2 1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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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句話沒有反應下來了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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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中文翻成說 我要開動了 但其實這句話不是講給人聽的 它真正意思是 為了我的生命延續 要我從動植物身上獲取你們的生命 這句話是為了感謝食物犧牲自己 讓人類繼續活下去 因為我吃他們 好 接下來第五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一下 1.馬自達 2.馬拉利 3.奧迪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個汽車品牌的英文名稱 來自古代神話中造物主的姓氏呢 馬自達嗎 馬自達嗎 馬拉利 還是奧迪 既是開始 那你這三個拍子你都知道嗎 對 不知道 馬自達我不知道 馬自達也不知道 是那個這個嗎 對 日系的 日系的 像台歐還是什麼的 古代神話中的造物 什麼的名字 也不知道哪裡的神話 像台歐西大 但是我覺得神話上很容易有什麼底 什麼底的耶 就是 什麼底 要偏簡直 我也 你覺得是奧迪嗎 後面兩個選項都是那個歐系車 然後只有馬自達是日系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後面兩個其中一個 對 不是法拉利 神話比較多 奧迪 奧古斯丁也是AU開頭的 奧迪 會不會是AU開頭的 你沒有開曬到房了你就知道了 不是啦 我知道這個法拉利怎麼來的 對 應該是奧迪 要選什麼 對 奧迪吧 我覺得是奧迪 奧迪 奧迪 3 2 1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們今天的答題 就是覺得是什麼 法拉利不是 法拉利是因為它那個車主 就跟福特一樣 姓氏 對 什麼N所 法拉利N所對不對 對 就是假的 你今天如果有一台車 那台車可能就叫虎瓜 對 福特的研發車 它那個老闆也叫福特 福特 對 老闆的姓氏 日系品牌馬自達 英文商標叫馬自達 是創辦人松田的日文發音變體 也是古波斯宗教裡面 造物者和光明之神的姓氏 有著智慧的象徵 故該公司也使用火焰的圖形做商標 象徵的光明 它其實滿像海鷗的啊 對 對 來這個B組有24萬 24萬請就位 B組24萬總共母題 第一題請出三個答案請到 一 內向的女性 二 愛劈腿的女性 三 想要小孩的女性 請出題 根據澳洲研究發現 下列哪種女性 對於留鬍子的男人 特別容易有好感呢 計時開始 哪一種女生 對留鬍子的男生 對啊 你會喜歡 你喜歡留鬍子的嗎 留鬍子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滿man的 感覺它就是有點成熟穩重的 所以你是屬於 成熟的 想要生小孩 你想要生 還是 想愛劈腿 因為我還是我想要小孩 因為我滿喜歡小孩的 可是我是覺得是愛劈腿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所有的 好萊塢的電影 比方說求德洛 或是 強尼代譜 對 那些都是留鬍子 然後都會有一些比較 就是 那一類的外遇的劇情 沒有 但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想要小孩 所以我看到留鬍子男生 我覺得說他比較成熟 比較爸爸 我就覺得這個人 可能也會比較 對於顧家負責任 你現在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想要小孩 澳洲 小孩 澳洲 是 小孩 好 好 群姐 想要小孩的女性 3 2 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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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昆斯蘭大學研究發現 政治或道德上 教委保守派 或是更相信傳統男女角色 與家庭價值觀的女性 更容易被鬍子的男性所吸引 此外 想要小孩的女性 無論單身或是已婚 也比不想要小孩的女性 更容易被留鬍子的男性所吸引 研究人員認為 可能是因為 蓄留鬍子的外表 這種男生傳達了男性 健康跟社交支配的程度 就很男人化了 所以容易受到這個女性覺得說 男女陰陽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對 而且他特別的男性 對 然後又穩重 好 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送魚給對方 二 在水中拍手 三 大聲吼叫 請出題 每種動物求歡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請問公海豹是如何向母海豹示好呢 計時開始 公海豹跟母海豹示好 常常很看到牠們在水裡面拍手 不是 牠們就上來 上來 上來在那個 那是表演嗎 表演的時候 像母海豹 所以如果跟母海豹來示好 應該會發出一些聲音吧 我 水裡怎麼叫 水裡沒辦法叫 上來叫 上 水裡面牠們會有一些聲波 在水中拍手是可以刪掉的 對 但是送魚的話 牠們主食 每次我們去看表演的時候 牠都會餵牠 都會餵牠 做一個動作就餵牠 所以這應該也是表演的意思 對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是送魚給對方 因為大聲吼叫 牠如果對一大群母海豹 知道牠是對哪一群 殺王捕魚的概念 對啊 對啊 所以送魚嗎 你選 送魚 好 請解 送魚給對方 在水中拍手 公海豹會借由拍手來傳達而已 而且出手快如閃電 威力有如開山屁石 就算在海裡也能拍出一串 劇烈的爆破聲響 還真的 科學家推測 這麼做的目的是應該為了炫技 因為在水底下做這種動作 會遭遇到很大的阻力 你看手是水的阻力 如果公海豹有辦法鼓掌 噼哩啪啪啪啪啪啪 表示 這公海豹應該做那一檔事 應該 就都噼哩啪 所以母海豹就會趕快游過去 很有勝利 很適合傳宗接代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大家今天參與 送的就是活力雙人 多功能方勤協文考盤 百夫長旅行箱 哈拉影城電影票 打開衛視重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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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